这是我们的原则 爆料革命 新中国联邦 绝对不参与美国的内部政治 这是战友们 我们的底线 绝对 我再说一次战友们 绝对不参乎美国的内部政治 这是我们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的核心 核心战略 大家现在觉得是不是这件事是对的呢? 我们可以参附别人吗? 我们明白吗? 我特别欣赏川普总统的一句话 我们国家里面的都是loser 都是输家才跑到别人国家里来 动不动又指挥别人这个 真是丢了架 班红先生被捕了 不是说被捕一次 被捕一千次 他还是我们的朋友 他的私人事是他的事 他自己承担 但是在灭共这件事上 他是我们永远的兄弟 我们永远都感激 是永远远远的感激 谁都挡不住 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是有感情 永远记住你对我的好 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好 我们支持正义 法治 法律 保护的所有正义的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资格 也没有权力 评价 任何我们的亲人家人 兄弟姊妹 包括朋友 在美国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被调查过几次 没有被发过什么sapena 第一你不是什么大人物 第二你肯定不会有什么权力 或者什么能力 你再看看 包括那个华尔街日报 你看看 人家一早就准备好了 是不是 头几天报 那天报了出来之后 班龙先生相当地不高兴 他说 Miles 这个什么情况呀 怎样怎样 我就说 我告诉你 这个报告不是对着我来的 是对着你来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那个21号 和26号的计划 成不了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 你可能会出事了 这篇报告 让我闻到料 要收拾你的味道 他当时呢 特别不开心 这个爱尔兰人呢 就是不懂得收埋收埋的 啊 我说你在这里叫都没用的 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 定就是要搞你的他们 绝对不让你回去你想回去的位置 绝对不让你做你想做的事 共产党在美国的沉默力量 我说你是最重要的灭共的 反共的 我的兄弟 战友 但是你呢 绝对 但是我说了的 过去这个月 我说了你都不少过一千次 你绝对不了解 共产党在美国的力量 你绝对不了解 共产党有多么流氓 你绝对不了解 共产党有多空残 不管我们的关系有多好 我说的 都是实话 是吧 发生了 他说他们会怎么对我 我就说了 第一 你一定要记住 我希望你留在这艘船上面 就是怕你被染上这个病毒 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计划 我们要把我们的计划搞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计划 亦都可以在你那里实现 亦都可以在我的地方实现 亦都可以去黄石公园 是不是 去哪里都可以 为什么我们要在船上呢 我就是怕你染上这个病毒 然后我们再实行我们的计划 我们再一起灭共 是不是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这些人 已经开始用法律的手段 去对付你 我可以在你里面 你 是 我可疑 你 我可以留意